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是我们要怎么操作我们的直播间一些基本的动作 第一个我们就是先在开始直播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音乐 我们的扬声器这边 扬声器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像我们放酷狗音乐的时候可以调大小声 在除了酷狗的地方可以调大小声之外 扬声器这边也可以做大小声的动作 然后第二个是麦克风 麦克风的地方的话像有时候我们有两个地方一样 两个地方可以调麦克风的声音 第一个是声卡 我们桌面上用的声卡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麦克风 那你声卡调好麦克风这边你可以去做调整 那通常我们这个麦克风是固定不调的 会调到它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做连麦的时候 连麦动作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这个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给人家卡麦 卡麦的意思就是人家直播 正在直播当中正在说话 正在唱歌 然后你不小心给人家卡了麦 这边的话你就必须 怕自己会不小心用到的话 直接把它关掉 关掉的话就会出现 您的麦克风正在静音中 这边很多直播间都会 已经设定好了 但是因为以防万一 所以如果怕自己会卡麦的话 这边记得关闭它 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卡麦呢 除了粉丝这边公平会傻说 谁卡了谁卡了谁卡了 或者还有一集我们马甲前面这边有个点点 点点在那边 如果我按下去这边自有发言的话 这边会出现绿色的颜色 这边我就不做示范了 这边就会出现绿色 但如果你这边关掉的话 就是像现在这样看到的一样 是没有任何颜色 但是只有一个圈圈在这边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麦都用好了 音乐都放好了 为什么没有声音 还是对方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调音台 调音台的地方到高级 你这边像麦克风 我们的设置 要点选这个第二个 因为我们升卡的关系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麦克风关系 对麦克风关系 所以选择这个设置 然后升卡就是选择 一样二分之一这个设置 然后再看一下你其他东西 像我的话麦克风照降 这个我会用 就打钩 因为就是减少杂音 然后高级设置啊 看一下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都好 哦确定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然后还有注意就是 我们的模板 模板要选择娱乐模板的方式 因为娱乐模板的话 他们就是粉丝们才会看见到我们 才会从视频当中看到我们 然后跟听到我们的声音 那其他的话就是只能听到声音 只能说话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直播 还没有直播之前 先做好确认动作后 这时候你就可以按下开始直播 你这时候音乐都要放下去 因为你音乐放了之后 大家才会知道 哦你这个直播间已经在做准备 准备动作 然后也让那些直播时同志物的粉丝们 在你按下开始直播时弹窗的时候 一进来就就知道 你现在已经在开始准备直播了 然后放的音乐非常重要 是要自己可能比较情怀一点的 比较重节奏的 这个自己可以去做选择 可以以你的粉丝们的习惯去做选择 对 再来的话就是 除了直播时同志物的弹窗 再来就很重要的 左上角 邀请YY粉丝 邀请YY粉丝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也会去跟大主播做连麦 连麦的时候 虽然他们不能点准我们的直播时同志 可是他们可以在我们马甲部分这里按右键关注 这边可以点选右键这里 但是因为这边已经有关注了 像这个如果没有关注的话 你可以关注他这里 点选下去之后 他们都会像这里就是我的粉丝 他们是关注我的粉丝 那你在这个左上角的地方 点选YY 邀请YY粉丝 这边就是关注你的粉丝 发送邀请 这边邀请雨你可以点选 像你今天有什么节目的话 你可以去做点选 发送邀请 那他们就会收到你 今天已经开始直播的邀请 这时候你的那个开始直播 是已经点选完毕了 不要在你还没有点选的时候就邀请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会发现没有人 那他们就会全部都会走掉 这是非常重要要去注意的地方